大家好 欢迎来到两岸热点会 岛内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扩散 12日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陈时中宣布 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40多岁女性 发病前有丰富的欧洲旅游史 包含曾在英国转机到爱尔兰 后续转到比利时 回程又从土耳其转机 分析认为在海外感染可能性较高 指挥中心也表示将进一步调查 该病患在爱尔兰及比利时的理由形成 并持续追踪其接触者的健康情形 虽然岛内疫情紧急 但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陈时中 也不忘博板面 12日 陈时中在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表示 判世卫组织认清防疫不分国界 台湾不应被遗漏 他说 台湾需要世卫组织 世卫组织也需要台湾 世卫组织如拒绝台湾加入 是不治的决定 在党内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之时 部分有心人士主张 台湾产业链应与大陆脱钩 对此 前国民党主席 洪秀柱12日表示 两岸贸易依存度高达41.2% 台湾经济发展无法自绝于大陆之外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犹如经济自杀 令人担心 洪秀柱强调 为了台湾经济发展 两岸之间谋求和平发展 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应有态度 3月12日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所谓的台北法案 在明眼人看来 这部法案可以说是口惠而实难止 不过 就是面对这样一张空头支票 民进党当局竟然如应生虫一般连声道谢 民进党忙不迭地谄媚言谢 但许多岛内学者却丝毫不买账 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陈一新 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法案要求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根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以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例 民进党当局以智库学者 一直鼓动各方支持其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但最终仍是徒劳无功 民进党当局指望着美国帮忙 是靠不住的 说到世卫组织 还有一桩新闻 那就是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建仁 11日开枪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 有礼不在身高 陈建仁这样激动跋扈 正显露出民进党当局 不得加入世卫组织而恼羞成怒的嘴脸 如同台湾联合新闻网 13日凌晨看出的评论所说 陈建仁不过是借此暗讽大陆 然而真实的数据摆在面前 这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开骂当天 武汉只新增13例确诊 欧美却几乎全部沦陷 他怎不数落西方国家几句 民进党当局借防疫不断自我造神 着实有点让人反胃 岛内疫情不止 各类事件频发 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门议题 让我们静观其变 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门议题